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周深太牛了挑战周杰伦最难的歌经验整乐坛 直接把原唱笔压下去了 你是否听过最近乐坛上最火爆的翻唱歌手 那就是周深 这位年轻的歌手 凭借着自己惊人的音乐才华和魅力 翻唱了无数经典歌曲 让听众们耳目一新 也让原唱们都汗颜 他不仅能够完美地演绎各种风格和语言的歌曲 还能够赋予歌曲新的意义和情感 他用自己的声音和音乐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也赢得了无数人的赞誉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神奇的歌手到底有多厉害吧 一 周深是谁 周深是一位出生于1992年的中国歌手 也是一位多次获奖的音乐人 他从小就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天赋 曾经学习过钢琴 小提琴吉他等乐器 他在2015年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四季的比赛 以一首大鱼 惊艳了四位导师 最终加入了纳英的战队 他在比赛中一路高歌猛进 演唱了飞云之下 如愿卡布勒船长等多首歌曲 展现了自己的多面和全能 他最终获得了第四季的冠军 也成为了乐坛的新兴 周深在获得中国好声音冠军后 并没有满足于自己的成绩 而是继续努力和进步 他不断地学习和尝试各种音乐风格和语言 如流行 摇滚 民谣 古典 英文 日文 法文等 他也不断地创作和发行自己的原创歌曲 如回声 黎明的翅膀 深的深 无关 无限等 都是广受好评和欢迎的佳作 他还参与了很多电影 电视剧 动画 游戏等的主题曲或插曲的演唱 如大鱼海棠 天火 哪吒之魔童将士 神探敌人节之通天帝国 云长与一区 梦回神兜 等 都是令人印象深刻和难以忘怀的作品 周深不仅在音乐上有着出色的表现 还在其他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如影视 综艺 时尚等 他曾经出演过电影 天火 也曾经参加过综艺节目 《升入人心》 《歌手2020》等 他还曾经登上过时尚杂志的封面 展现了自己的型男风采 他有着自己的个人事业和粉丝团 也有着许多好友和合作伙伴 他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与粉丝和朋友互动和分享 也经常在公开场合展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他被网友称为周深 意思是他有着深沉而迷人的声音 也有着深厚而执着的音乐情怀 二 周深为什么要翻唱 周深作为一位优秀的歌手和音乐人 不仅拥有自己的原创歌曲 还喜欢翻唱别人的经典歌曲 他翻唱过很多知名歌手的代表作 如周杰伦 李宗盛 王妃 张学友 陈奕迅 林俊杰等等 他翻唱的歌曲涵盖了各种风格和语言 如流行 摇滚 民谣 古典 英文 日文 法文等等 他翻唱的歌曲都能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也能让原唱的歌曲焕发新的生命和价值 那么周深为什么要翻唱呢 他翻唱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 周深翻唱的原因有很多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学习和创新 周深是一位不断学习和创新的歌手 他翻唱的目的不是为了抄袭或者模仿别人 而是为了向前辈学习和向歌迷展示自己的音乐风格 他在翻唱时 不会简单的复制原唱的声音和情感 而是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对歌曲进行一些调整和创新 他会用自己的声音和技巧 给歌曲增添新的色彩和意义 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诠释歌曲的主题和情感 让听众感受到不一样的魅力和气质 致敬和感谢 周深是一位有着敬业精神和感恩心态的歌手 他翻唱的目的不是为了挑战或者超越别人 而是为了向前辈致敬和向歌迷感谢 他在翻唱时 不会忘记原唱的功劳和贡献 而是会尊重和欣赏原唱的音乐才华和魅力 他会用自己的声音和音乐表达对原唱的敬意和赞美 他会用自己的方式传递歌曲的精神和价值 让听众感受到不一样的温暖和力量 交流和分享 周深是一位有着开放心态和包容心态的歌手 他翻唱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或者占领别人 而是为了与前辈交流和与歌迷分享 他在翻唱时 不会孤方自赏或者自我封闭 而是会与原唱沟通和合作 他会用自己的声音和音乐 与原唱建立起一种友好和互敬的关系 他会用自己的方式与听众沟通和分享 让听众感受到不一样的亲切和欢乐 周深翻唱惊艳乐坛 周深翻唱了无数经典歌曲 每一首都让听众们惊叹不已 他不仅能够完美地演绎各种风格和语言的歌曲 还能够赋予歌曲新的意义和情感 他用自己惊人的音乐才华和魅力 让每一首歌曲都成为了一首新作品 他用自己动人的声音和音乐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诠释了每一首歌曲的主题和情感 让每一首歌曲都有了新的生命和价值 以下是周深翻唱过的一些经典歌曲 以及网友们对他翻唱版本的评价 大鱼 这首歌曲是由周深与电影大鱼海棠 导演一起创作的也是周深的成名作 这首歌曲以民族音乐为基础 融合了流行 古典电子等元素表达了对生命和爱情的敬畏和感激 周深用自己的声音和情感 将这首歌曲演绎的深情而动听 让人感受到了一种超越时空的美好和神奇 网友们对他的翻唱版本评价道 周深的声音就像大鱼一样 游过了千年的沧桑 却依然清澈而纯净 周深的声音就像大鱼一样 带着了无限的梦想和渴望 却又不是温柔和坚定 周深的声音就像大鱼一样 让人感受到了生命的奇迹和力量 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永恒 《飞云之下》 这首歌曲是由林俊杰与金沙合唱的 也是一首经典的情歌 这首歌曲以流行音乐为基础 融合了摇滚 电子等元素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持 周深用自己的声音和技巧 将这首歌曲演绎的激情而动感 让人感受到了一种热血沸腾的冲动和勇气 网友们对他的翻唱版本评价道 周深的声音就像《飞云之下》的闪电一样 划破了黑暗的天空 却又不是光芒和炫目 周深的声音就像《飞云之下》的风一样 吹拂着心灵的角落 却又不是温暖和安慰 周深的声音就像《飞云之下》的火一样 燃烧着自己的生命 却又不是热情和坚定 如愿 这首歌曲是由李宗盛创作并演唱的 也是一首经典的情歌 这首歌曲以民谣音乐为基础 融合了流行 摇滚等元素表达了对爱情的期待和祝福 周深用自己的声音和情感 将这首歌曲演绎的温馨而动人 让人感受到了一种甜蜜而浪漫的幸福和满足 网友们对他的翻唱版本评价道 周深的声音就像如愿以偿的星星一样 闪耀在夜空中 却又不是柔和和明亮 周深的声音就像如愿以偿的花朵一样 绽放在春天里 却又不是清新和芬芳 周深的声音就像如愿以偿的心愿一样 实现在现实中却又不是真诚和美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